把吸管拼接成四边形 占取泡泡液 在泡泡上放一根棉线 轻轻一戳 就变成一个空心圆 太神奇了 别字后面出现什么 说明你害怕什么 真的这么神奇吗 泡泡的中间放一根棉线 还能穿得动 而且旁边的泡泡也不会被戳破 手机上打出一个别字 就能知道我害怕什么 这可能吗 应该不会怕了 觉得这个视频是真的 就打开心表情 觉得是假的 就打难过 有真有假嘛 就打黑脸 吸管已经准备好了 咱们来验证第一个视频 把吸管连接起来 这种方形就做好了 现在就准备一盆泡泡液 泡泡液大家都会做吧 小时候谁还没有吹过泡泡呢 把四边形放进去 咯咯咯咯 怎么破了 难道是我的四边形太大了吗 再来 可以了 失败成五了 又不行了 怎么回事呢 重新沾一下泡泡液 哈哈厉害吧 然后往上面放一个棉线 成功了 还能穿铅笔 给我这小手呢 没想到这个视频居然是真的 有没有猜猜的小伙伴 弹幕空拨一 来进行第二个测评 手机上输入别字 后面出现的字 就能知道你最害怕的是什么了 诶等等 这万一是真的 你们不就知道我最害怕的是什么了吗 去找小高试试 小高 嗯 你知道你最害怕的是什么吗 蛤 我傻也不怕 怎么可能 你用手机打出别字 后面出现的东西就是你害怕的 你爱你 别说 我不 喜欢 你的 时候 我就 不 记 什么 这个可恶准啦 啊 原来你是怕别人知道你有喜欢的人啊 怎么办 这回全知道了 小伙伴 你们说用别字 后面是什么呢 评论去留言 我很好奇咯 别忘了点赞 还有关注 喵耶